从前寺院安堂 殿堂就是教室 主讲的人就是首座和尚 首座和尚可以有很多位 讲不同的科目 不同的经典 有欢喜学习的报名参加 两个三个一个也教 老师要有这种精神 一个人可以说一个要教他了 你不教他对不起他 他真想学 我当年跟方栋梅先生学教 那是学哲学 学生就我一个 一个也教我 一个星期两个小时 我们自己还要上班工作 星期天去上他的科 慈悲到了基础 特别抽出时间来 看着真想学 我们原本不敢了 只是想要求到学校去旁听他的科 这真想学 他告诉我 现在学校 先生不想先生 学生不想学生 你到学校听哭 你会大射所谎 在那个时候 我听这个话 不没听懂啊 一位老师拒绝了 真没听懂 现在完全明白了 那就是学校学生 都不是真正想学 有一个真正想学 他就会真教 那不是真正想学了 就不教了 不认真教了 所以我们到学校 学不到东西 这个是中国从前的老师 都有这种概念 学生 他能学三分 你就叫他三分 你叫他四分 有一分 他装不下去 他只能接受三分 这个学生能接受十分 你就不能叫九分 他还能接受一分 你没有满足他 你对不起他 古时候的老师 都有这种概念 所以 因财是交 完全看你 你能够学习多少 你能够接受多少 这是真正好老师 懂得教育 懂得教学 我们才明了 学生不学 老师还去教 为什么呢 为生活 生活说必 他要拿工资 他要拿终点费 去养价 学生不学 上学干什么 要文凭 既然目的如此 过去所需 所以老师 对待学生就很好 考试的时候 题目先告诉你 每个人分数都不错 不知大家都说 满意了吗 学校变成这样子 这六十年前 现在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 老师真教 他就真讲 没有想到的时候 他把佛法介绍给我 佛经真学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佛经里面有这么多好东西 这六十年来 越学越欢喜 真的 是老师所说的 修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但是你要真正懂得 真学 这个享受 你才能够接受得到 也不是人人都享受得到的 你真正享受到的 你会欺而不识 为什么 我们才真正知道 百千万劫难遭遇 你一生能遇到 看何容易啊 我们最初学的时候 听老师这么说 孔夫子说的 听其言 而观其行 老师是不是真学 他真学 那大概是真的 他不叫我学 他不学 我对他就怀疑了 细心就观察 他真敢 真的把佛经 当做他一生当中 最重要的门功夫在修习 每一天多近 每一天在修校讲经 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要修这修 我不要听见 他在佛校全讲经 那个时候 他听讲经 我会起反感 这都是一些因素 他统统都看清楚了 先从哲学 奠奠基础 给我讲抗德哲学 讲西方哲学 讲中国哲学 讲印度哲学 最后讲佛经哲学 这些基础 通通电电之后 这么容易教过 所以这就是心要清净 心无忘年 立足勾然 这个是学习 必须要具备的基础 今天到这个学生 到哪去找我 我会讲解释 也会讲解释 那个科学 在这些问题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很犯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用来